大家好,我是顾佩胖子 今天给大家欣赏一枚宋代的花钱 这枚是我朋友2400买的 就是来我店里面玩嘛 本来我约他来我店里玩 然后呢,他那天来了 来的时候就在楼下转转 就在地摊上面买的 这个花了2400 其实我知道这枚花钱是谁的 是那个佟德明的应该 我们上过手 当时他卖2000多应该挺便宜的 但是这个商品 都这样听可能听不出来 但是你放到这上面就可以听出来 这个声音是带有那个 就是坏的 这个声音其实就是 这个币肯定是领标的 我朋友嘛 反正在楼下就是 可能玩的时候嘛 就把这一枚币买了 然后到我手 我上次看我说 这东西你要亏个1000多块钱吧 他2400买的 这东西大概 正价的话 应该也就在1100左右 因为坏的嘛 1000块钱左右 这个东西 我上次也买过一个 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坏的 大概买的价格就1000 我的状态板膜还要比这个好一点 但是我的正面要比它弱一点 但是我背面的话 状态比它好很多 我当时就看背面买的 这个板其实就是像这种的深坑状态的 其实还是挺受欢迎的 因为这种宋代花钱 这种深坑状态的才是大开门的 很多那种就是传世状态的并不是大开门的 对 所以说 坏的讲呢 就是很郁闷的一个事情 毕竟朋友来找自己玩 然后就在自己的那个 就是零食的市场里面 随便买一个东西啊 可能就亏了亏了一半的钱 就是这么一个事 胖子觉得也是挺尴尬的吧 因为毕竟冷家是来找你玩吧 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那个市场里面也很多东西啊 就是大家觉得漏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去买 每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其实都挺精明的啊 就是真正有漏的像几千块钱东西 有漏的很少很少的 所以大家心里要知道一些啊 就是做生意 就是特别在现在市场里面买东西啊 就大家就实实在在的去买 不要想着说哎 我要剪个漏像这种东西如果没毛病 这个东西卖个四千多块钱很正常的 三四千都不算黑的知道吧 所以说你碰到一个这个东西 人家卖你两千多 你肯定是要当心一点的啊 就是举个这个例子说了一个话啊 反正也挺尴尬啊 我倒是帮他送到滑下去评一下机 到时候出来还给个分数啊 那就牛逼了啊 反正到时候看吧 我给他送到滑下去评机去 来上次呢 过分期的我还没有寄出去啊 正好和他一起寄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啊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monuments